巴菲特曾说过摆脱焦虑的七个方法 其一不要语 他人比较有人22岁就毕业了 但可能等了五年才找到 心仪的工作 有人25岁就当上了CEO 却在50岁离世 也有人50岁 才当上CEO 然后活到90岁 有人依然单身 同时也有人已婚 奥巴马55岁就退休了 而特朗普70岁才开始当总统 世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 身边有些人看似走 在你前面 也有人看似走在你后面 但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 都有自己的步伐 不要嫉妒或嘲笑他们 他们都在自己的时区里 你也是不要让任何人打乱你的人生节奏 生命就是等待着 确的行动时机 所以放轻松 你没有落后 你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 属于自己的时区里 一切都准时 其二人比人气死人 我们要相信不同的列车 都在开往更好的方向 有人走向海 有人走向河 有人走向山 这些都是好风光 不要去想别人是否超过了你 因为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生活适合自己就好 没必要和别人比 如果一味地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就会失去自己 就像一件衣服 每个人穿的感受都不一样 适不适合自己 自己最清楚 其三比尔 盖茨提过 别拿自己与他人比较 因为这是在侮辱自己 别害怕失败 从未失败过 代表你还没有试着让自己成功 当你感觉自己陷入和别人比较的情绪漩涡时 上问自己内心一个问题 我的目标是什么 比如说你的目标是学习日语 成为一名翻译员 那么现在的你其实就不需要和其他人比较 也不需要在所有项目上比所有人优秀 你只需要把日 语客上好一步一步接近你的目标 其四我们真的比同龄人差吗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 梦想会让每个人发出不同的光 其五专注目前要完成的事情 电影《功夫熊猫》里 面有句台词 你患得患尸 太在意从前又太担心将来 有句话说得好 昨天是段历史 明天是个谜团 只有今天是天赐的礼物 要像珍惜礼物那样珍惜今天 如果总活在过去人会变得抑郁 如果总活在将来人会变得焦虑 其六 樊登读书的创始人樊登也曾说过 我们老希望过一个美好的人生 可怎么过美好的人生 就是要先 过好每一年每个月每一周每一天 到最后你能够过好人生当中的每一分钟 才能真正活 得一个美好的人生 所以如果要过好人生的每一分钟 就要学会给大脑清仓 其七在我们所处的生活中 要学会给大脑清仓 我们所处的环境中 充斥着各种噪音 抖音 IG 脸书等各种 信息 平台都在争抢着我们的注意力 致使我们的注意力总 是在不同的事情上跳跃 所以活在当下的第一步 就是让大脑平静下来 清除杂念 全身心地感受当下 首先我们可以拿出一张白纸 设定一个时间 在三分钟内快速写下 自己心里正在想的所有事情 不管是金 天的代办事项 还是明天的计划 亦或是头脑中杂乱的思绪等等 不用思考太多 全部写下来 即可不用写完整的句子 写个关键词就行 不需要有条理 不需要排序 也不需要分类 字迹潦草也没关系 写完之后 暂时也不用看这个动作的关键 不在于写了 什么而在于快速地将头脑中 各种未完成的事项清空 因为未完成的事项 容易占据我们的大脑 就像电脑的 内存被塞满一样 运行速度就会变慢 甚至会卡住 所以每当我们遇到烦恼 心烦意乱 不知该怎么办时 就可以进行一次大脑清理 快速减轻烦恼 专心做好手头的事 其他的交给时间 心境就不会受到干扰 才能活得自在 你回想一下 你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是不 是眼睛还没睁开 就伸手拿起床头柜的手机 滑一下脸书和IG动态 然后顺便再用LINE回复朋友的消息 如果你觉得这个场景很熟悉 那你并不孤单 超过60%的手机使用者 表示会把手机放在一醒来 就能马上使用的地方 然而一个人如何使用 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 将决定它 一整天的状态 甚至是一辈子的成就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 是滑手机 接受手机上信息的轰炸 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 会支配你一整天的状态 你似乎在告诉自己 我手机上的东西 比我自己还重要 就是这种 你害怕错过什么的感觉 会让你越来越焦虑 久而久之 就患上现代人的心理病 错失恐惧症也 就是所谓的 FOMO早晨醒来 是你一天当中最清醒的时 可无论如何 请把这个时段留给自己 如果可以睡觉前 先把手机设置静音 或开启聚接通知模式 这样能确保 你晚上的睡眠质量 得到保证早上 也不会因为发现 有很多未读信息而焦虑 研究指出 早晨醒来的这段时光 往往是人专注度最高 精神最清醒的时候 也因此最富有生产力 和创造力的活动 最适合安排在这个时段进行 无论是运动冥想 写作阅读 还是享用早餐 拥有一套规律的早晨习惯 是建立自我信心 与主动心态的部 二法门 在我很喜欢的这本书 极度专注力中 引用的一项 研究指出 一个人一天的注意力 是有限的 这个注意力的能量 经过一整天的消耗 往往会被消磨殆尽 如果把自己的事情 留到晚上做 你会有很大机会选择 放弃 你听说过感恩日记吗 简单来说 它就是把你 每天所感恩的人 事物记录下来 写在一本日记里 无需与他人分享 自己看就好 这样单纯而软性的行为 究竟有何益处呢 为何现在越 来越多的人 都开始这样做呢 在心理学书籍 《祝你好运》中 提到作者发现好运的 人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时常表达感恩 作者通过 对一万多笔记录的统计分析 明显地发现 时常表达感恩的人 会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 换句话说 感恩的举动 虽然不会直接带来好运 但却会让一个人 觉得生活更美好 2005年一篇 由三所美国大学学者 共同发表的实验报告 结果显示 感恩日记 不仅能明显提升 一个人的快乐指数 而且是 唯一一个做得越久 效果越好的报告中 写到其效果 可持续长达六个月 但这并不是说 半年后就没有效果 烂 而是因为这项研究 只持续追踪到六个月 而以感恩日 记得开始 其实很简单 就是每天睡觉前 花几分钟 写下三件 让你感恩的事 这是属于你自己的 私人日记 不对外分享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分享在脸书 或IG动态上 一定要持续做一百天 中间不能间断 如果当天的经历太糟糕 你可以写下感恩今天的错误 让你学会了某方面的启发 感恩日记 并非一定要记录 欣欣向荣的生活 能在坏事中找到宝贵的教训 这也是转变的动力 慢慢的你会发现 那些诸事不顺的日子 其实非常少少到 本身就值得纪念 而且因为做了记录 开心的回忆 也会变得更深刻 深度呼吸和尝试冥想 也是很有益的 当你面临情绪紧 张时可以尝试深度呼吸 这有助于舒缓压力 消除焦虑和紧张 当你感到焦虑时 你的脉搏会加速 呼吸也会加快 而深度呼吸 可以迫使你减缓呼吸速率 让身体相信焦虑 已经过去 深度呼吸 也叫复式呼吸 是学习冥想的最关键一步 首先找一个感觉舒服的地方 坐下或躺下 让身体放松 右手放在腹部 左手放在胸部吸气时 最大限度的 向外扩张 腹部胸部保持不动 维持大概4至8秒的时间 然后憋住呼吸 大概4秒左右 再用鼻子缓缓呼气 也是维持大概4至8秒 最大限度的 向内收缩 腹部胸部依旧保持不动 如此循环往腹 保持每一次呼吸的节奏一致 细心体会 腹部的意气移落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之后 就可以将手拿开 只用意识关注呼吸过程即可 呼吸过程不要紧张 也不要刻意勉强 把腹部当成皮球 每分钟大约有5-6次即可 整套过程约10分钟 腹式呼吸的关键 是无论吸气还是呼气 都要尽量达到极限量 即吸到不能再吸 呼到不能再呼 同理腹部也要相应收缩 与胀大到极点 争取没口气 直达下单甜 则更好 冥想可以改善情绪健康 因为它不仅有助于减轻焦虑 还能改善整体心理健康 尝试冥想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以自己舒服的姿势做着 或躺着在利用深度呼吸的同时 观察脑海中出现的疑 各个念头 无论何种念头 我们都应接纳它们 审视它们从产生到高涨 再到消失的整个过程 研究表明 每天进行深呼吸冥想 不仅能够有效缓解焦虑 还能提高学习和工作的效率 深呼吸冥想 还可以通过自我意识的调整 让自己的思想情绪以及肌肉 现体等都处于放松状态 从而摆脱焦虑 学会原谅自己 不要因多休息而感到内疚 不要责怪自己浪费时间 你是否听过 伯特兰罗素的这句话呢 只要你在浪 费时间中获得乐趣 就不是浪费时间 这在当时工业社会 人们的畸形状态下 可谓是一剂粮 要为了满足各种欲望 人们不敢享受一丝空闲 一定要让自己的 每一分每一秒 都能换来金钱 罗素看出了 这是对人的摧残人 已被工业时代物化 于是他说出了这句话 其实从哲学角度来看 人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罗素有一点快乐论的观点 即人活着 就是为了快乐 农民耕地 是为了获得衣食满足的快乐 资本家寻 求资本是为了享受生活 其本质都是为了快乐 所以在生活中 在某件事情上 享受到了乐趣 即便它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利益 但难道它就真的没有用吗 但你不能用这句话来掩饰自己的懒惰 何不上进 这句话只是给不敢放松自己的人 一句善意的提醒 一些事情我们是无法改变的 比如过去的经历 人生的历程 我们要学会原谅 自己学会接受和放下 这是非常强大的能力 不妨试想一下 如果你有一个朋友 永远在指责你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错的 你或许会想立刻摆脱这样的人 但焦虑的人们每天却 都在对自己做这样的事情 他们对自己丝毫都不宽容 从今天开始 请原谅自己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吧 其实决定本没有对错之分 只是结果未能如你所愿罢了 你应该将结果视为一种人生经验 毕竟人有了经验才 会显得更加完美 古神巴菲特送给儿子的人生礼物 就是教导他要学会原谅自己 巴菲特劝解道 人生由我们打造 如果我们渴望自己 的人生生动而真切 那么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 还会犯错 既然我们无法消灭错误 那不如拥抱他 原谅自己所犯的错误 最重要的是从中汲取教训 为生活找回控制感 在可诉的我一书中提出了 范中年危机这一概念 范中年危机除了与找工作 相关的问题之外还 包括你开始面对高强度工作时 感到力不从心 且不知是否该换工作以及你在情感上遇到的问题 比如你在情感中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 总是患得患失等这些都属于范中年危机的状 嗨 而进入这种状态后 很多人会产生深深的无力感 感叹人生太过艰难 熬得太过辛苦 如果我们想要摆脱这种会带来焦虑和负面影响的部分 就需要不断的反思 或是通过寻求帮助来让自己进步从而找回对生活的 掌控 首先我们要了解关于掌控的误区 然后再了解真正的掌控误区一 以为所有的事情都要按照自己的方 是去做 否则自己就没有掌控感就会难受误区二 以为目 标都可以完成或是按照计划节点完成才算掌控 误区三 以为必须每天都要自律要有成长才算掌控 而真正的掌控表现为 第一能够接受并非所有事 情都掌控在自己手上 当事情发生变化时可以从容应对 第二在实现目标受阻时 能快速认清事实并灵活调整计划 同时不会因此而变得情绪化 第三能够毫不费力地完成 很多人认为需要高度自律才能完成的事情 我们更多的时候不是在控制 而是在顺应变化 如果一生下来一切都被注定好了 一眼就能看到结局 那人生将毫无希望和乐趣 那些能够抓住机遇走向成功的人 正是因为看清并顺 应了时代的变化与未来的发展趋势